血便是痔疮还是大肠癌?医师教你这样看出差别 痔疮与直肠癌都会变血,差别是 痔疮的出血一般比较鲜红,而且跟大便不混在一起,大便是大便,血是血 痔疮肠癌的出血可以是鲜红的,也可以是暗红的,而且血跟大便有可能混在一起,还会伴随大便习惯的改变 我快步走到老人家的病床前,笑住说,怎么了,老大爷?不管有什么事,大家小声点,其他患者还需要休息呢? 老人家是今天刚住院的患者,他是三至四度内置脱出,需要手术治疗 每次大便都出血,他以为自己得了直肠癌,忍住不去看医师,直到痛给忍无可忍了,才告诉忙碌的儿女,要他们带来医院 我走过去时,他大女儿见到我就跟看到救星一样,忙说,林医师,正好你在,我也不用再去找你,快跟我爸解释,他真的是痔疮,不是直肠癌 这顽固的老头,谁会没事希望自己得直肠癌啊? 老人家听到女儿的话,生气地说,痔疮我又不是没得过,痔疮哪有这么痛? 这种痛,只有社区保健讲座里说到的什么癌痛,才会这么痛?老人家见我过来 办命令地问,林医师,你跟我说实话,我到底是不是直肠癌? 别怕我担心,我是上过战场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,死都不怕,还怕癌症吗? 我就是看不惯家里这些小兔崽子瞒住我 这位身体硬朗的老人家是我亲自检查的,确实是痔疮脱出,因为85岁大寿那天酒喝多了,脱出来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也是她第一次痔疮脱出,所以不明真相的她以为自己过了85岁大寿之后,迎来了晚年生活的癌症大敌,怕儿女担心,硬撑住不去医院 撑了半个月,痔疮越长越大,实在忍无可忍才来看医师 一般情况下,家里老人征得了癌症,家属普遍都是会隐瞒一下的,不过患者也不傻,最终都会知道,只是谁都不愿意撮破这层窗户纸而已 可是这位老大爷,你真的是痔疮不是直肠癌啊? 我这个医师怎么解释都没用,老人甲一口咬定,林医师,你也帮助他们瞒我 作为患者,我是不是该有点知情权? 我无言以对,老大爷阵阵有词地对眼前的儿女们说,你们一个个的整天说工作忙,有饭局,周末孙子,孙女要上补习班,一年到头最多只回两次家,一次是我过生日,一次是你妈过生日 这次要不是我快死了,你们哪会都来?还把我可爱的外孙和外孙女也带过来? 既然口头解释老人甲不听,那只能拿出科学依据了,我说,老大爷,明天我帮你做手术,等你要出院时,我亲自向你解释你得的就是痔疮。我拿出科学依据,保证让你幸福 老人甲这才停止 变血,是痔疮还是大肠癌? 术后,老人甲恢复得非常顺利,肛门也不怎么疼了,临近出院,他刻意要家属把我找到病床前,说,林医师,我明天出院,你说过给我个科学证据的? 我早已经准备好有关痔疮和直肠癌的彩色图片,还有老人甲的手术图片。 首先我跟老人甲讲解了痔疮和直肠癌的不同 痔疮和直肠癌是两种不同的病,痔疮本身不会变成癌。痔疮本质上是一个曲张的静脉团,当门局部静脉曲张以后,大便一蹭破了就会引起出血。 它不是上皮细胞来源的恶性肿瘤。为什么你家里养的猫和狗不会得痔疮,而人就会? 因为人是直立行走的,在重力的作用下钢垫下移,然后静脉就容易瘀躯,瘀躯以后就形成痔疮。 人类四肢上的静脉都有静脉绊,但肛门部位的静脉却没有静脉绊,所以大便时痔疮出血可以很严重,甚至是喷射状出血。 不过痔疮出血也有一个特点,就是挤完大便起身后出血就可以止住。 而肠癌是另外一种概念,不管内因和外因,只要大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了就形成大肠癌。 暗、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,也可称为结直肠癌,它跟痔疮是两码事,一个是恶性,一个是良性。 老人家很认真的听住,我继续说,痔疮的出血我刚才跟你们说过了,在某些情况下,比如喝酒,吃辣椒以后,或者便秘时大便前脏,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卫生纸上有血,或者滴血,甚至严重的时候出现喷血。 但这种出血呢,一般比较鲜红,而且跟大便不混在一起,大便是大便,血是血。 另外,它没有大便习惯的改变,就是平时一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,还很规律的。这种出血一般是痔疮的出血。 直肠癌的出血就不一样了,出的血可能是鲜红的,也可能是暗红的,而且血跟大便有可能混在一起,还会伴随大便习惯的改变,比如说,以前很规律。 一天一次,最近怎么老是大便,一天三,四次大便,解了又解,而且出现里脊后宠,暗,感觉急需大便,但无法顺利排出,或者最近肚子有点疼,体重下降,消瘦了,这种就可能是直肠癌出血。 你觉得是不是不一样? 如果是结肠癌,有时候腹部能摸到一个包块,甚至会出现贫血。 而痔疮导致的出血,除非血出的特别多,不然一般是不会贫血的。 好像像你说的那么回事。老人家慎重地点点头,不过他紧绷的脸已经放松了不少。 其实老人家身体很好,只是贪杯了,那天又吃了不少辣子鸡,所以引爆了痔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